拜拜 再见 当时这个吻 里我的脸是有0.05公分 但一如香之后 我想离开这个女生 嗨大家 现在是我环球旅行的第五站 伊朗 然后我现在在伊朗的舌拉子 明天我就要离开舌拉子了 去伊斯巴汗这个城市 之前所认识的两个伊朗环境女生也来 给我送行 就是让我超级感动的 因为伊朗人真的超级友好的 之前还去过他家里面做客 现在我就在去汽车站的路上了 我们有买了火车票 并不是每天都有火车去医子法汉 好了 待会见咯 谢谢 现在我已经到汽车站了 然后他们还没有到 我买了两瓶玫瑰水 一瓶为一升才三块钱是明明左右 这边是盛产玫瑰水了 就是天天都会喝的 我先去等他们吧 这边就是舍拉子的汽车站了 就这个样子 就是好像没车票了 然后现在可能要坐继承车去 我们需要用车票吗? 对 我们需要用车票吗? OK 我 不不不不 OK 因为现在参考只有没有卡费 但是我没有分子银行卡 这个大哥说帮我用卡支付 然后把信用来给他 我真的很幸运 我们找了很久 就是这边大巴真的是很少的 并不多 然后我又遇到了幸运的事情 哪个是我错位了 是吧 这边有在最后一盘的 这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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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见到你 好久不见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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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终于上车了 这次他们一早上 就是这边火车票不怕买 巴车票也不怕买 最后只是临时捡漏 一个人没有上车 然后上车了 现在大概五小时 从舍拉子才能到 一次反派 这段时间我就睡觉了 我就不跟你们说话了 太累了 Oh my god 坐车是最累的这件事情 哦 现在遇到了警察 临时检查 司机抽肠 全人路着能下车 然后 等一下吧 这是 有本地的伊朗人告诉我了 就是有 塔利班在这边 杀人放火 然后藏在伊朗 所以说会有经常有警察站 好像里面有 藏违禁品哦 在那边 看起来不少了 这是 刚刚检查了半天 我还以为 地下有藏炸弹 然后没有了 但是有一个 应该是阿富汗小哥 被带走了 也不知道啥情况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 继续上路了 我终于到伊斯法汉了 从舍拉子到伊斯法汉 500公里 我坐了有8个小时 饿死我 现在我还要去找酒店 因为在这边 所有的地底酒店APP都用不了 我只能说在地图上去找 然后再走过去再去问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房间 现在已经9点多了 OMG 现在已经第二天了 昨天晚上因为太晚了 所以敢找一家酒店 然后有点贵了 所以说今天早上12点不就退房了 然后大概跟你说一下 跟你们说一下昨晚的经过 昨晚就是 因为挺晚了 11点多才到酒店呢 大半夜的 然后碰到了几个社会庆年 感觉嗑药了 是那个风风定间的 然后就跑过来推了我一下 然后说哈喽 看就不正常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有六七个人了 其实那时候我的感觉有点悬 我这个东西 万一因为他推了我一下 其实我有点火上来了 但是 后来跟我说哈喽 一锅打招呼 然后他就是跟神经病似的 把这个跟美国黑人的方式一样 把他的T恤掀开 然后我那个内裤上 别了这么厚打的钱 然后把那钱拿出来 所以给我给我一两张 给我一两张 那我就没要他了 他那个钱 我顶多也就三四百元人民币吧 因为这面钱挺不值钱的 然后我就不要他钱了 然后最后也就磕套磕套 然后我就走了 没理他们了 感觉有点不正常了 风风电电的 就是他催我的时候自己都 这个喝了酒样的张不闻 但是身上没有酒味了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有 有可能是嗑药了 然后最后就是最后找到酒店了 我到酒店之后就入住了 入住了 因为很晚了就随便找了 因为我的手机我们这边的 因为我们预订酒店那个APP都用不了 所以说我只能在地图 地图上随便找了一家 好累啊 爸爸好重啊 然后最后到这家酒店就入住了 大概120多人民币吧 黄金都是挺好的 就是很传统的那种 波斯房间很美 但是对于我的说法是有点贵吧 180多 所以说我现在去找一下便宜一点吧 OK 那天风给你们说了 太累了 又热大中午的 所以说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们觉得我视频上不错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或者说你们觉得我 视频所做的方向是你们所喜欢的 也可以帮我点个关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最后我们不出所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我下一国家会是阿富汗 因为我会去隔黑兰 办理阿富汗到去啊 阿富汗大水保签证办办理签证了 所以说祝我好运吧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